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人说过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用钱赚毁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人物了 当你还停留在喝酒 吹牛 啥也不懂还装懂 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面子对于一个人只是外部的装饰 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没本事的人最在乎面子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一个人越是百无一用的时候 越执念于那些无足轻重的底线 处处都要表现出自己强大的自尊心 因为除了自尊心 那时候的我们一无所有 对于一穷二白 又渴望成功的年轻人 过度强调自尊 其实是绊脚石 尤其对于一些脆弱而敏感的人 自尊却成了要求他人的利器 自尊比爱情大 甚至比天大 太要强太敏感的自尊 其实来源于自卑 法国作家尤瑟纳尔说过 世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 因为有了自尊心 一个人的脆弱 自卑 敏感和无用 都有了最好的借口和掩护 梦子里有个欺人起食的语言 一位欺人在坟墓前起食祭品冲击 却在自己的妻妾面前夸耀 说有钱有势的人常常请他吃饭 酒足饭饱 回到家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骂骂咧咧 移植气势 时间长了 妻妾开始怀疑 便跟踪他 最后看到他不是在妇人的酒宴上 而是在东郊墓地 跟人家讨要余下的祭品吃 他们像极了鲁迅在《且戒停杂文》中所说的 中国精神的纲领就是面子 只要抓住这个面子 就像揪住了阿Q头上的那根小辫子 牵他往东就往东 牵他往西就往西 人总是要活到足够成熟才能明白 真正能代表一个人的 不是他穿着什么样的品牌 去过哪些国家 拥有多高的学识 而是他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并且适时地放弃掉一些无用的东西 比如说面子 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不过分看重自尊心 努力去提升自己 才是最好的处事法则 爱面子和讲究是两回事 有的人在为人处事 人情世故 以及生活日常中 比较讲究体面 一则是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 二则也的确希望活得精致一点 生活质量较高 但过于好面子 穷讲究 就有爱慕虚荣之嫌 尤其超过自己能力的摆排场 瞎讲究 自己累 没准还拖累别人 这种面子有毒 会让人心智迷失 误入极图 话要说回来 当下的社会 许多时候 只有有面子 才会被买面子 真正有实力的人 不会过于热衷大张旗鼓 虚张声势 因为有了理子 就不必靠面子 来让别人高看自己一眼 而弱势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条件 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 非要打肿脸充胖子 注定会很累 很辛苦 到最后疲于奔命 却没有时间 去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 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面子上了 金粉世家中 金燕熙那么喜欢冷清秋 到最后分手 金燕熙也掷地有生 除了冷清秋 我这辈子没有爱过别的女人 但即便感情如此 两人最终依旧落得个老眼纷飞 说起主要原因 结婚后 金燕熙明知道妻子不喜欢她半夜归家 她却因为放不下少爷的面子 夜夜晚归 更有甚者 她还和女明星交往过密 只为怕落旁人的一句口舌 结了婚就怕老婆了呀 长此以往 两人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兹远比面子重要 《一代宗师》里有句话引人警醒 人活在世上 有的活成了面子 有的活成了李子 而只有李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事实上 聪明的人都会看重李子 从内心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有人问马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他说 多学一件本事 就能少说一句求人的话 受伤是因为被人看不起 懊恼自己为什么不好好练习听力 生气自己既不如人 所有的情绪根本没法发现 除了尴尬和对自己毫无体面感的无力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种感受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面子和自尊从来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靠自己的本事赚的 只有你的本事多一些 求人的话才能少说一些 没本事 不仅仅会在求人时丢了面子 还会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 甚至错过人生新的风景 表弟名牌大学毕业两年后 非要放弃城市里的高薪 回家创业 姨妈不同意 寻死觅活地反对 表弟却铁了心 要回来开快餐店 姨妈跟我哭诉 好好的孩子 一路读到名牌大学 在大城市里有了一份好工作 他却非要回老家来做买卖 知道他这样我还供他读什么书呀 表弟却说 一线城市高薪也应对着高消费 亲我爸妈的老底 也就是帮我交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的首付 离致富都远着呢 更别提什么气候了 但若是用这笔钱投资这家快餐店 短期内会很辛苦 但长远来看 绝对要好过给外企打工 姨父是一家企业的副厂长退休的 倒是不反对 只是表示姨妈的面子放不下 她也劝不动 说起面子 姨妈一辈子争强好胜 什么事都想抢在前头 这儿子大学毕业后 留在深圳的外企 可是让他干着风光了不少 现在忽然听说表弟 打算回来家乡的小城 开快餐店 真真的是要起风了 我和妈妈和二人之力 好一番劝说 才勉强让姨妈相信 自己的儿子不是无知的昏庸之辈 必定会顺忠考察市场 不做则已 做必是一鸣惊人 抛得下面子的人 才赢得了李子 有能力的人不在乎面子 李嘉诚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人物了 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 吹牛 不懂装懂 只爱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古人云大丈夫能屈能伸 真正有能力的人 是不在乎面子的 韩信忍了胯下之辱 才能成为统帅百万雄狮的将军 越往勾建受尽吴王的羞辱 卧薪尝胆 终灭吴国 曹雪芹家道中落 忍受住市井之人的嘲弄 才有四大名著之一 红楼梦 面子有时候是一种心灵的负担 当你学会放下不必要的面子时 你的生活想必会过得舒服得多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